我要喝一个珍珍 这不能贼一天 贼好吃 太爽了 烫的 就是我突然喝 真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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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好吃 你看我买 这个衣服好大吧 你能帮我剪一下吗 你看我皮肤跟你走 是不是贼好 烫丝买了 西菜 没有裤作 喝什么喝 还不减肥 吃什么吃 还不减肥 快吃了吧 还不减减肥 特别吃了 减减肥吧 姐姐 太胖了 穿什么都包 你就不能减减肥 自己弄吗 觉得你要是能减减肥 肯定会更好的 你看看这些褶子 你快减减肥吧 这辣妹才能穿出 真正的效果 你快减减肥吧 你是疯了吗 我就在这站着 不吃不喝 也没睡 也没躺着 什么都没干 减肥 闭上你的嘴好吗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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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成这样干嘛呢 提前找一找 做王的感觉 剪跑了 我之前的 为了我拍的 真是太日常了 太真实了 不洗头不洗脸了 不能让你们记住 我那一面 这才是真正的我 记住 那这小圈带了 贼类的黄 现在是针对我 肥胖的问题 进行了一个 小型个的采访 你叫你胖吗 胖啊 不但胖 而且非常胖 那为什么别人 让你减肥 你都不听 我之前不是减过肥吗 你也知道了 然后那也成功了 那一年瘦五六十斤 感觉身体很 各方面肌肉 都很轻快 然后那晚还跟着朋友 去爬香山 但是我本身自己 就是这种 易胖的体质 我能保持那样的身材 那样瘦的身材 我就必须每天早上 只能吃一个 中午吃 然后中午吃一个橙子 吃水煮锅 然后晚上就只能吃 一个苹果 每天要去健身房 去锻炼 我是为什么突然不讲了 是因为 我有一天 早上醒来 突然想起 如果我接下来的几十年 都要过这种日子的话 就只为了保持我那个身材 那我宁愿不要 我不要你们管 我要过短暂而快乐的一生 那你以后还会减吗 会吧 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 也能感受到 胖给自己带来的身体上的不便 如果我再去减肥的话 那我就去那种 就是非常封闭的那种环境里 就去锻炼 然后彻底地去改变自己的体质 但是现在不会减 怎么说 就是现在当下的生活 或者是环境 不允许我这样做 因为我如果去了的话 那我其他的事情工作 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止 有没有哪些事情 你觉得是会能够触动到你 让你下决心去减肥的 怕死了 因为现在可能太胖了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天太热 然后自己就受不了 然后不停地吹空调 吹空调吹完了 可能身体又不舒服 但是不会因为说 说我独居生活的那个 是他说意思 大概意思就是 你不是主动去选择这种独居的 就是你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这么胖 如果你瘦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去结婚 然后和人共同去 过更好的生活什么的 这些完全是扯淡 就是我是完全可以 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的 唯一能触动我 让我去减肥的原因就是 我想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 然后去好好的 更多时间的去享受 更美好的生活 这是我想要的 这个美好的生活 它包括很多 我身边的亲人朋友 这些所有都是 它不光只是说 为了就去结婚 就去嫁人怎么样的 别人都说你胖得很自信 那你自己觉得 你是自信的吗 我觉得不是自信嘛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 当下的这个环境 就是一个以瘦为美的 一个环境 我不会因为我胖 然后我就又去纠结别人嫌弃我 然后纠结别人说我 这些我都不会 我都会接受 我既然选择了胖 我选择了 就想让自己每天 想吃什么吃什么 完全不去控制自己 那我就必然要接受胖 因为我带来的 所有的负面的东西 其实很多胖子 胖女孩 她觉得自己不自信 或者是很难受 然后说别人去语言误误她 她自己非常难受 她恨这个社会 恨这些人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是因为自己 没有把这事情想清楚 你自己心里在纠结 我又下不了决心减肥 然后我又不想让别人说 我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我把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想开了之后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别人眼里的自信吧 平时身边应该有很多人 都会说你胖 你是怎么来应对这些问题的 你最害怕什么样的人 说你胖这件事情 其实我最怕小孩子说我胖 因为我又不能揍他 又不能骂他 而且小孩真的童言无忌 我经常会碰见人 在外面 比如说商场 或者小孩子指着我 跟他妈妈说 妈妈好胖啊什么的 除了像小孩这种直白之外 其他的人没有会 这么直白的说我 像过世人他也不会 或者是在网上的 我就不在意 然后可能家人说 他更多的是 从身体健康方面去考虑 或者是觉得 前几年会觉得 如果我变瘦了 是不是能找一个 很好对象 但是中间 我已经变瘦过了 用事实告诉他 这件事跟胖瘦无关 然后朋友呢 也是从 也是担心身体 从担心 比担心其他更多一些 他们都希望 我能健康康的 然后老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养老院 然后一起去蹦眼地 说白了 他们就是 还是害怕失去我 然后希望有我的日子 更长一些嘛 既然你不在意网友 或者是陌生人说你肥胖 那你为什么要录这个视频呢 你可以说我胖 但是不要用肥这个字 或者是你可以用大 但是有很多像我一样 很胖的女孩 总是来问我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心理想法 就自己胖了这么多年 然后自己想法 share给大家 我说这些 并不是让那些抨击我的人 或者是劝我的人看的 那你想对那些 同样胖胖的女孩 说些什么呢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也没有一个人 会因为别人的就根本不认识 十万八千里的一个人的几句话 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别人说我什么 我都不听 我是一个贼有主意的人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 并不是一个好榜样 我也不是一个励志的健肥女孩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想法 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学我 你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 这是最重要的 干啥呢 在街上呢 怎么了 作为朋友你希望我减肥吗 希望 为什么呀 你现在还小 到四个小以后 胖的身体会生病了你知道吗 如果我跟你说我要是减肥的话贼痛苦 贼不开心 然后生不如死那还减吗 减 要怎么快活怎么来 那上天了 行了 拜拜 哎妈我问一个事啊 你希望我减肥吗 废话 那你为啥 为啥希望我减肥啊 减了肥 没啥找得严重 他说 省得几种超标 省得血糖高 血压高不 那我要是减肥贼痛苦 贼不开心呢 那睡了一点 肯定健康着想 贼痛苦的 那行了再见 哎我问你啊 你希望我减肥吗 希望呀 一是对是比好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行善或啥的 那都初期 游小我们 我们那一次次那遭受多少的态度 这都是诊的 那我要跟你说 我要是减肥的话贼痛苦 贼不开心 然后可能得抑郁症 你也想让我减吗 可以一起减的 我希望从你们的嘴里能听到一句说 只要你开心就好 你不想减就不要减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你能受下来 你身体健康 这个才是最好的 虽然我的家人朋友们都希望我减肥 哪怕我告诉他们说 我可能会因为减肥而变得心情不好 抑郁 他们也毅然决然的说 那也要减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选择和他们不要做朋友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或者是给我提建议的一些陌生人 我知道他们都是心里为了我好 为了让我有更健康的身体 这些我都清楚 减肥真的好痛苦 真的好痛苦 我知道了 我也是 减肥也在我的计划里 只不过不是现在而已 所以说 在我没有开始我的计划的时候 在我选择我还要做一个胖子的时候 我在吃东西喝东西躺着 所有的这些的时候 就不要再磨叽我了好吗 所以这期的视频就这样了 拜拜 等会儿 解开枷锁 拥抱生活 有请今天的减肥达人 我已经收下100斤了 后期这个披甲了 给你老体威力 闭上 叫我老子脂肪好吗 求你了 来给你们看一只小天鹅 哇 好可爱 快快快快快快快 inta 一个 рублей 最好的 一年 第一次 正 coração